据共同社25日报道 世界卫生所知的统计数据显示 8月15日至21日的一周时间里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周增加6% 达147万6374例 连续5周位居全球首位 本周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5日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25日18时25分 日本当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万0955例 新增死亡病例296例 其中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23129例 大阪府新增17182例 此外 日本厚生劳动省2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8月17日至23日的一周时间里 日本新增确诊病例144万3216例 较此前一周增长26.4% 疫情形势严峻 但日本政府正逐步放宽防疫政策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4日宣布 各地方政府可自主判断 只报告重症风险较高的患者经济 同时日本政府还将放宽入境限制从9月7日开始 提供三针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证明的入境者不需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目前入境日本的旅客需提交启程前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独卖新闻25日报道 日本政府还计划从9月中旬开始将入境人数上线 从2万人提升至5万人以吸引更多海外游客 严峻的疫情形势给日本医疗系统造成不小压力 据京都新闻报道 日本多家医院日前发表联合声明 称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达到灾难级别 日本多地医疗资源紧张 无法收治众多需要住院的感染者 有时其他病患的手术也不得不推迟 与此同时 医疗系统内也有很多人感染 传染病专家日本昭和大学客座教授二木方人 25日接受日本时事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现在掌握感染者的详细信息已成为医疗机构的负担 而减轻医疗机构的负担是非常必要的 每日新闻21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 关于日本医疗资源紧张的原因 57%的设访者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有问题 此外有观点认为 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 岸田政府若不能有效遏制疫情将进一步拉低其内阁的支持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